二位 早生贵子 先来俩 先来俩 就你实数 我给你点个赞 是不是我们该喝酒了 那这样吧 这瓶酒你打算怎么喝 干了 干了 要问老婆该怎么喝 该怎么喝 老公说得对 看见没有 这就是你家 没办法 所以到现在 我还是孤身一人哪 一会儿抛花球的时候 哪位拿到花球的姑娘 一定给我留个电话 最起码留留香吧 好 今天 我们已经目睹了生活中 真正的 高富帅 和传说当中 真正的白富美 让我们祝福一对新人 踏上幸福旅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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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就是我感觉的 很快 我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都会不及待 我感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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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上搜集了 一些江苏农村的信息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是要特别地关注 所以我来到这里 看看就这个话题 做进一步调查 对啊 在这里大多数的年轻人 都选择外出不打工 他们的孩子就留在这里 家里的老人忙于人活时 就属于对孩子的照顾 所以可能会出现 留守儿童受害事件 这里看上去 跟普通的农村差不多 可能是因为 外出打工的人很多 所以好像村子里 好像村子里都看不到 有几个人 小朋友 你家什么名字啊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在这里啊 在等人吗 我想妈妈了 我想等妈妈 他们都欺负我 小朋友 那你爸爸妈妈呢 在很远的地方 那你 你跟别人一起住吗 你跟别人一起住吗 你是跟小朋友一起住吗 小朋友 你的瘀青是怎么弄的 姐姐帮你看看好不好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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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疑似一个留守儿童聚集的小屋 陈设简陋 大概有五个十岁左右的孩子